老实人被逼急了究竟有多可怕 他虽然是汉武帝的太子 却是最怂最老实的男人 姜冲这个江湖骗子无限他谋反 记得太子直接把他捅了 太子得知姜冲将大量误补证据 放在了他的房间里 准备把这些都承报汉武帝 这下彻底激怒了太子 他听从了手下人的建议 绝不要做老实憋屈的扶苏 稀里糊涂的就被赵高害死了 于是立刻带兵围住江冲 一剑就让这小子领了盒饭 烧死这些狐 立刻去长乐宫为阳宫 搜捕那个太监苏文 解决了这个江湖骗子 太子决定搞事情了 他先是把这些五股全都烧了 然后捉拿作妖的太监苏文 可这个苏文脚底抹油 居然在太子眼皮底下跑了 他这一跑可出大事了 这下太子从自卫反击 变成了起兵谋反 他立刻去汇报魏子福 没想到亲妈听到儿子这么做 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笑了 我小你枉担了几十年懦弱的虚蜜 骨子里还是有你们刘家人的种姓啊 母亲 现在不是说笑的时候 儿臣现在已经别无选择 唯有一拼才能自保啊母亲 他是真的高兴啊 谁说他儿子就是个怂包 只是他的善良被别人当成了软弱 魏子福也不含糊 自然是鼎立置之太子 你要先通告百官 父皇种兵为奸人所必奉赵陶贼 迅速控制全城 陈兵备战 这魏子福还真是挺有手段 他让太子先告诉天下人 是江通那党小人迷惑汉武帝 他们这么做事替天行道 同时要停止对外用兵 释放那些躲避服兵役的人 这样能更好收获明星 汉武帝也没想到 自己儿子啥时候变得这么刚 可是苏文这家伙太坏了 竟然说是别人无赖太子已经登基 也不知汉武帝是高兴还是生气 终于看到自己儿子纯爷们的一面 他立刻要回长安去 父子去solo要开始了 太子毕竟没他老子英明 他能想到的事情 汉武帝当然全都想到了 丞相刘须毛完失踪 李广丽又只听汉武帝的 太子跑到军营调兵 可守将要跟不打理他 这下太子的胜率是无限接近于林 要说还是霍光聪明 直接用风筝让大家明白 汉武帝还活得好好的 这下好了 所有跟着太子起兵的人都投降了 到这种情况下 太子是彻底败了 皇宫的陷落就在眼前 杨说你这次干的不错 这场无中生有的大祸 是个千古奇缘 为敬之际魏子夫让他赶紧走 这些罪名都让他来担着 但汉武帝想明白了 太子也就没事了 等到太子走后 魏子夫也走到了他人生的终点 可是让魏子夫子们也没想到 自己牺牲性命后 也没能换回汉武帝的离职 导致了最可怕的后果